为了改变民众对于女性月经的传统观念 由古木木团队在华山文创产业园区 举办台湾首届月经狂欢节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看待女性的生理期 那么世界月经日定在每年的5月28号 很多人会好奇说 到底为什么会在528呢 根据这个研究显示 我们女性的生理期平均周期 大约是每28天会来一次 那每一次来大约平均会来5天 所以我们就定为5月28号是世界月经日 主办单位表示 2019年曾经到美国参加世界月经大会 深刻体会到国外对女性生理期的重视 因而筹办台湾第一届月经狂欢节活动 然后在过程当中除了很学术研讨会的部分以外 那部分我们先放一边 那在那个以外我们看到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创意者跟学者 竟然可以再把月经这个东西变成是装饰 或者变成一些那个行动艺术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们就在互相叫做 诶这是奇怪的小物 诶这是什么 金血胸章之类的 哎呦天哪 对 然后我们就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像今天这么dresscode 我们就拿到那个金血的胸章 我们用在那个细细古怪月经周边展出 我们就全部都要把它叠在月经就是会露的地方 然后一起拍个罩 所以我们在等了两三天的过程当中感受到 月经这个主题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玩法 是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带回来台湾 跟大家一起来 用月经这个主题做各种疯狂的事情来狂欢 月经狂欢节活动从5月27号到29号连续三天 在台北华山文创产业园区举办 包含多名艺术家以月经为主题 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 认识子宫的大英博物馆VR体验 月经漫画等内容 还包括表演行动剧 知名作家月经讲座 月经台语课等活动 让到访参观的民众 以全新角度看待女性生理期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导